所以一般的眾生 人好什麼都好 他在無端端不是受中正寢 突然間死了 尤其是以外死亡 他的心一定是不甘心的 我為什麼會無端端死呢 這個就是不安息 一定是即有怨氣 所以我們一定要向他很親善地講道理給他聽 講道理 你現在不死已經死了 你再執著痛苦在這裡 怨恨是沒有意思的 這叫說法 當然就是人的道理 未必講道理就叫說法 才是道法 令到他安息 任何宗教首先會令到他亡者安息 他安息之後 是啊 我真的這樣 他一平復了心情 他就不會再在這裡出現 就會離開的了 如果他在這裡出現 我喜歡搞人搞的 他一定犯規的 在《玉律章》或者很多經裡面有記載 如果他 我心不信 我的氣不信 或者我死得冤枉 我出來嚇你等等 他嚇了人 他就犯了所謂的陰間 或者天地的律例 他一定受到某程度的懲罰 在這次丁九靈異事件簿上 有工作人員 親近目擊倒靈體出現 至於我們三個靈探隊員 同時間去到現場都感應到 為什麼我們工作人員和攝影機 拍不到又見不到呢 那究竟從科學角度上 又如何去解釋呢 我首先來說 我不太熟悉這些人 據你所說 其中有一個已經說 經常都會跟鬼溝通 自從很小的年紀已經是 那我覺得這個樣本 這個證人的樣本本本身是 我要查一下 查一下 第二 當時的場合 還有沒有其他類似的東西 觸發它去思索這個鬼現象 就不是鬼 所謂鬼現象 即是有這樣的東西 使得你感覺到有這樣 正如說 你有個故事在這裡 你已經想一些東西了 再加上 譬如石頭砌砌慢慢的形狀有似 或者陰影有似 這些東西 可以觸發它 故此 我並不在現場 我又沒有法子 解釋一下 或者是問一下 它究竟施了什麼 我很難做一個論端 故此 它相信它的 我相信我的 無鬼 對 曹博志就這樣說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地盤工人 會親眼見到呢 十歲八身三天 我覺得這位工人大哥很可愛 如果我 我也會有這樣的夢想 多麼甜蜜 但是我們見面再談 如果有機會 我剛才知道他 他究竟是 純粹是自己 羅曼泰克的想法 還是有其他觸發他 我不能夠只聽你 作任何結論 挺有趣的 至於 從我們的磁場探測器 也錄到又不尋常的毒素 這樣又怎麼解釋呢 但是你說有磁場 有些什麼 我就覺得 都挺過癮 但是你要他解釋給我聽 這個是象徵著什麼 因為沒有人告訴我 磁場就是鬼 如果有磁場就是鬼 什麼毒素 尤其是鬼去到照素描的時候 恥慈共振 那他豈不是周身鬼 是不是 而且他的毒素是多少 那是否等於我們這裏 找到的地方是 比如是2.5 那就證明他有隻鬼在這裏 這些東西我是歡迎他講出來 講出來我以後才做實驗 要不然大家肝咬有傷和 但是似乎 今天我們可以做一個終結 這個鬼不是害人 非常之可愛 如果能夠我幫到他 我是很願意幫他 從科學角度 我們不能百分百去否定靈體的存在 但是透過這次的三位靈探隊員 去到現場的感應 他們確實感受到靈體真的出現過 透過這次的節目 我們會逐一解構 全港最熱門有靈體出現的地方 直擊香港靈異實錄之謎 今集我們來到丁九橋的一個靈探 都會有一點點感受和收穫 因為那些靈探員 他們都感覺到有些東西 當然看著節目的朋友 你覺得是否能交給你自己去分析